小白长大了 这是之前小白小黄 还有小花 一起生活时候的一些场景 最近小花和小黄都被送走了 就剩下小白了 作为变温动物的宗师希 我不清楚他有没有记忆和情感 但是作为他的饲养员 我很清楚的是 他的饭量丝毫没减 而且会比平常吃的更多 我平时给小白喂的 基本上就是蔬菜 一点水果 更多的就是杜比亚 杜比亚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对宗师希来说 营养比较均衡 小白越来越大了 身上的领甲 还有他脖子周围的骨刺 都越来越坚硬 还有他锋利的爪子 每次抓他的时候 我的手都好疼 小白吃饱之后 嘴巴张开 趴在这里 晒着日光灯 去消化食物 其实我很想问小白 小黄和小花 你还记得吗 他们可是陪你一起长大的 镜头慢慢靠近小白 他的领甲 骨刺 还有脸型 特别是嘴巴张大 特别像一条龙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家伙还在长大 后面 我们一起期待 他的最终形态吧 我会说的 我会说的 你会说的 这种人是在长大 这种人是在长大 那种人是在长大